小伙伴们大家好,在前几天张子怡晒出给儿子剃头的视频,一时之间成为众多网友讨论的话题,可以说张子怡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影后,还是一名可以随时能给孩子剃头的理发师,不得不说拥有这项技能是非常厉害了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张子怡给二胎儿子剃头,基本上是全家为官,一旁的汪峰紧张地看着张子一个儿子推头,而星星也是好奇地歪着脑袋欣赏,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,别说有多幸福了。 不过即使再和谐的一家人也有意见不同到分歧的时候,据知情人爆料表示,星星在家的地位非常高,经常使唤汪峰,当中就有一次,一没来得及给二胎弟弟买尿布湿,就给弟弟垫上了普通的尿布。 位子一添下来就装满了一桶,由于味道比较大,星星忍不住就凶汪峰,快去洗尿布。 听到星星的命令声,接下来汪峰立马接了一句,好的大人。 此话一出,也是让张子怡笑出了诸教,没想到汪峰还有这么幽默的一面。 那么看完,你喜欢他们一家吗?欢迎留言评论。